6月4號 舊金山交通局董事會 就舊金山中國城地鐵車站命名提案舉行公聽會 聽到眾多反對以白藍名字命名地鐵站的聲音後 交通局董事會表示 舊金山是一個多元的移民社區 來自不同社區的聲音應該被尊重 一年來就不太好看 就說不太好看 我真的不太好看 這就不太好看 這就不太好看 我真的不太好看 看這個人說我們都在歸一年 看這個人說不太好看 所以我最好看 我們說不太好看 我決定是要是來自中國城市 所以我不會可以支持這 我們不需要改善這個 我們已經歸過這件事 我們已經決定了 交通局听证会现场反对 以中国厂白蓝车站命名的民众 有60多人占绝大多数 他们积极发言 希望旧金山交通局命名公众设施 尊重民意与原则 給民族 他們來 San Francisco 去去加州 他們知道哪裡去 所以我建議 名字是China Town Station 不是其他人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 不管你說他好也好 說他不好也好 他就是兩派有爭議 作為一個地鐵站 如果用有爭議的人物來命名 现场也有不少法轮功修炼者发言 一位82岁的逃离苏共的俄罗斯老人 表示20年来修炼法轮功 让他感到身心愉悦 浑身充满力量 他有伤疑的 法轮功 新唐人旧金山记者站 旧金山采访报道